最近台北市大安區附近非常多家的餐飲店 從十六號開始陸續接到電話訂單 對方表示要到店家把餐點送到一處指定的地方 可是店家把餐點送過去之後 住戶說自己根本就沒有訂餐 而且像這樣送餐烏龍每天都在上演 所以現在懷疑有人在惡搞嗎 便當店內員工忙著備餐 這時電話接到外送訂單 迅速將餐點準備好 將一大袋食物扛上機車 前往指定地點送餐 迪達師對方卻滿頭霧水 因為我們家沒訂餐 然後卻你如果說偶爾一次 但是同一天兩次 這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重點他有留我們家的電話號碼 豆花也是十萬 那八方也是提一袋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數量 才會做到外送的 明明沒有訂餐 卻一直有餐點送到自家門口 住戶好無奈送餐店家也很傻眼 對送過去之後 他那個住家的就是家人 就說他們已經吃飽 也沒有訂這個東西 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上面留的電話 就打給那個洪先生 他說他沒有訂餐 然後他已經就是已經 這兩天接到二三十通 這樣子打電話過去詢問的電話 受害住戶就位在台北大安區 安居街的巷弄內 不明人士都是鎖定周邊店家 打電話宣稱要外送餐點 到一名洪先生的住家 從16日開始 住戶就天天收到餐點 而受害店家更是已經高達數十間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狀況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我們 就是打電話來的顧客的地址 我們記錄下來 那就是我們會去核對 人是誰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有打算用 這個方式去做惡作劇的人 我覺得是真的很不可取啦 藉由加訂單惡作劇 造成附近店家困擾 也讓住戶不堪其繞 除了報警店家也開始會加強留意電話訂單 不讓這名有心人士繼續為所欲為 記得令文藥家點台北採訪報道